早在几千年前 当人们还在仰望星空的时候 对神秘的宇宙一无所知 现如今 引力波探测等一大批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让人们渐渐揭开了宇宙奥秘的一角 三百多年前 人们还在苦苦思索 远扬航行中如何定位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实现 在地球上的任何位置 达到米级的定位精度 一百多年前 飞上蓝天还是人们的梦想 今天我们中国已经在太空中建立了空间站 让航天员能够生活在太空当中 人类的这一系列的梦想 到底是如何变为现实的呢 其实啊 在这背后一直都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抓手 那就是时间 很多朋友都会很好奇地问我 诶 那到底什么是时间呢 时间真的存在吗 其实啊 这些问题在哲学的范畴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科学的范畴内 时间啊就是指标注事件发生顺时和持续历程的一个基本物理量 通常呢它和频率联系在一起 统称为时间频率 它也包括时刻和时间间隔两部分 你比如今天我们下午的报告呀 就是从14点开始 预计要讲三个小时 这里面呢 14点就是指时刻 三个小时就是指时间间隔 其实定义时刻很容易理解 我们只要找到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作为时间的起点 但是啊 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时间间隔 并让它能够长期不断地积累下去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那么大家知道 这滴答一下 一秒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 它是指啊 在海平面上 色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 震荡约92一次 所持续的时间的长度成为一秒 时间频率啊 也是目前我们人类测量精度最高的一个物理量 比其他的物理量高4到5个量级 而正是由于它极高的测量精度 现在七个国际单位至基本单位 都直接或间接地转换到了 时间的频率的测量上 现在一米的定义 就是指光在真空中传播约三亿分之一秒 所经过路线的长度 那么时间精度对于我们来说 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早在2011年的时候 欧洲盒子中心就对外公布 他们可能发现了超光速现象 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科学界 因为啊 一旦被证实 那么我们现代物理学的基石 相对论将会受到冲击性的颠覆 最后啊 经过证实 证实他们的实验过程中 存在了几十纳秒的时间偏差 才导致了这一乌龙现象 我们人类现在研究的对象 正变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 速度呢 也越来越快 所以啊 对时间精度的要求 就变得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重要 以前我们人类啊 还只能通过望眼镜 远距离的观测宇宙 而今天我们中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 已经能够抵达距地球 五千五百万公里以外的火星上 这和你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 这要用到大家都学过的一个公式 那就是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探测器要抵达火星啊 首先会被加速到 11.2千米每秒的第二宇宙速度上 如果探测器在地火转移轨道附近 有一千米的高度误差 那么它在飞敌火星的时候 就会产生十万千米的位置误差 也就是说 时间稍有千分之一秒的偏差 那么探测器就不能精确地 进入到火星轨道 在微观领域 只有控制在微秒时刻的时间 才有可能让我们更细致地去研究 像原子 电子 这些微观粒子的特性 还包括微生物领域的军群培养 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变化 在显微镜下都是瞬息万变的 为了能够记录这微秒的时刻 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呢 也是极尽严苛的 在国防领域 现在咱们最快的洲际弹道导弹啊 它的飞行速度 已经能够达到26马赫 相当于8800米每秒 为了能够精确地打击目标啊 导弹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 也要达到千分之一秒 稍有0.3秒的偏差 也就是我们一眨眼的功夫 就会偏离打击目标2.6公里 而作为防御呢 为了能够精确地拦截到这枚导弹 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 更是要达到万分之一秒 所以啊 这两个矛与钝之争 正是体现了时间的毫离之争 在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战争中 精确打击 重于大规模杀伤 而实现精确打击的基本手段 就是高精度高准确的时间频率系统 其核心呢 就是原子钟 大家公认 在现代战争中 原子钟甚至比原子弹还重要 在卫星导航领域 而要将定位的精度控制在米以内 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 要达到十亿分之一秒 而在无人驾驶领域啊 要求定位的精度能够控制在厘米量级 更是要求时间的精度 能够达到百亿分之一秒 而传统呢 以地球自转作为参考的计时标准 就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随着量子物理的发展啊 人们发现原子内部的电子 它在震荡跃迁的时候 吸收和释放发射的电磁波的震荡频率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数值 而这种啊 以原子的震荡跃迁频率 作为参考的时间测量装置 我们称之为原子钟 它也可以说 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 研制出来的测量精度最高的仪器 而我有幸呢 参加了国家寿石中心 第一台冷原子喷泉钟的研制工作 这个钟的精度啊 能够达到三千万年不差一秒 可是啊 想让这么一台原子钟 为我们更好的服务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拿运行环境来说 想让原子为我们所用 首先啊 要为它打造一个极其稳定的环境 所谓稳定环境呢 相当于一千公里轨道高度外 太空中的真空环境 而要到达这样的真空度 非常困难 它要求所有的结构连接处 无缝隙 材料不能放弃 并且呀 由于结构的复杂性 我们还只能通过 拧螺钉的方式 来组装所有的零件 这可就是一个考验人的艺术了 平时拧螺钉 我们都是大力出奇迹 只要拧紧就好 但是在原子钟上拧螺钉 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你看 首先呀 我们要照特定的顺序去拧 我们还要控制好 每一次所有螺钉转过的角度 稍微拧过一点 可能就会产生空隙 最后 我们还要控制 每一次拧螺钉的力量 这么说吧 既要足够温柔 还要足够有力 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前功进去 从头再来 而打造这样的系统呀 我们至少要拧600多颗螺钉 以上拧螺钉的动作 至少要重复6000次 每一次都要保证 四分之一根粗细的 头发丝的空隙物差 不能有 而当时没有经验 我打造的这个系统 反复漏气 我几乎认为 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 往往考验人的呢 也正在此时 尽管我的内心 非常的焦虑 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 要耐心 要仔细 无论心里有多么着急 我手上的动作呀 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因为我知道 一旦我失去耐心 想靠速度去胜 那么 等待我的 就只有失败 这一条路 最后呀 可以说 我是憋着一股气 才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 大家看 这就是我打造的跟空系 而为此我花费了快整整一年的时间 还有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是发生在我在研制斜阵枪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原子中呢 就是以原子的震荡跃迁频率 作为参考的时间测量装置 那么像原子 跃迁这样发生在微观领域的物理现象 我们怎么把它转换到现实世界 并为我们所用呢 其实啊 原理特别简单 每一个原子呢 都有很多的能积 这些能积啊 可以看成是原子的加 你比如 某个原子 它有五个能积 相当于 它有一个五层楼的加 而原子内部的电子呀 每时每刻 会在家中的不同楼层活动 有的时候在一楼 有的时候在五楼 而且这些电子啊 对于不同楼层的写程度 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 某个电子 它就喜欢在三层和四层之间活动 所以啊 当原子吸收一定特定频率的电磁波的时候 这些电子 就可以在这三层和四层之间上上下下 发生跃迁 这就是原子中的基本原理 那么微波协认枪 它的作用呢 就是产生一个微波信号 去激励原子 当这个微波信号的频率值啊 和原子的震荡跃迁频率一致时 那这些电子就会发生跃迁现象 所以呢 当我们观察到原子发生了跃迁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为的微波信号 当成原子的震荡跃迁频率信号 为我们所有 研制微波协认枪 到底困难在哪里呢 微波枪发出的微波信号的频率值啊 是和它的物理尺寸 紧密相连的 而你想要控制在 色原子震荡跃迁的正负一赫兹范围内 对于微波枪 尺寸精度的要求控制 至少要达到皮米量级 相当于头发丝粗细的十万分之一 而目前啊 我们最高精度的机械加工 也只能达到头发丝粗细的五分之一 最后我们只能通过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 来完成这项任务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人体 没错 最后啊 我们只能通过用手 在砂纸上打磨零件的方式 来控制所有零件的尺寸精度 这就好比瑞士最好的手表 都是由钟表大师手工打磨出来的 那么打磨这个微波枪 到底难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微波枪呀 它是这种纯铜的金属材质 我们至少要打磨上一次 换算成时间呢 相当于不吃不睡 连续工作三个月 我们还只能通过经验 来控制打磨的速度 利率 有的时候需要快一点 重一点 有的时候啊 需要非常非常轻 非常非常慢 这些呢 都无法量化 只有通过不断地打磨 失败 再打磨 才能找到最佳感觉 最困难的是 我们没有精密的仪器 来测量我们打磨零件的尺寸 即使使用千分尺啊 我们也只能测到 0.01毫米的精度 这远远无法满足 我们对于零件尺寸的 测量精度的要求 最后呢 我们还只能通过 测试信号的方式 来确保 所有的零件 打磨到位 但是啊 有的时候 为了追求 那么一丁点的 信号性能的提升 我们会想着多打磨一下 但有可能正是这多磨的一下 就会导致零件暴废 零件暴废还好说啊 但是我们打磨零件 所花的时间 就全白费了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 最困难的是啊 遇到那些特别小的 或者是中间有孔的零件 我们打磨的时候 往往啊 就是手跟零件 一起在砂纸上摩擦了 零件的厚度下去了 我们手上的皮 也磨破了 大家想象一下 一旦这些小的零件 打磨爆肺 零件当然可以换新的 重新再打磨 但是啊 我们手上的皮 不会立马就长好 所以 大家想象那种 肉在砂纸上摩擦的感觉 反正至今啊 我都不想再去体验这种疼痛 真的是无法形容 虽然过程啊 非常的痛苦 但是 也发生了一些 非常好玩的事情 你比如 通过这项工作啊 让我的手 对于厚度 有了很强的敏感性 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拿一副扑克牌给我 你从中间抽走几张 我用手一捏 就能知道 当时啊 我也把这个当成超能力 给很多的朋友表演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平时的科研生活 痛病快乐者 听完这两个故事啊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纳闷 你们在做这么精密的原子钟的时候 怎么还需要人来完成拧螺钉 打磨零件这样的工作呢 现在我们的机器啊 都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但是呢 它只能帮助我们完成粗条的任务 因为啊 你永远不可能用一个低精度的工具 去制造出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 而最后的精度呢 也只能靠我们人本身这台精密的仪器 去一点一点的微调 这可能也正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验吧 通过克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我们的原子钟终于打造成功了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打造的原子钟系统 而右边的那个小红点呢 就是我们的色原子 这里面啊 居住着上一颗色原子 通过这么多年的科研工作 和一些行业的交流 也让我个人呢 有了一点体会 因为我发现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的尖端 其实在它的背后啊 一定都是由无数平凡的 细小的工作所组成 而越是平凡的工作 越希望我们足够付出 坚忍 毅力 特别是失败快要击垮我们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自己 坚持住 因为毅力成功可能已经不远了 现在我们世界标准时间 就是由全球85个手持实验室中的 500多台原子钟 每天通过卫星进行比对 就是我们俗称对表的意思 比对后呀 由国际上一个名为 国际权重局的组织 会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收集 通过算法计算 形成自由原子时 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稳定 但不一定准确的时间 世界上还有11台性能最好的基准型原子中 会对这个时间进行较准 形成既准又稳的国际原子时 国际上还有一个地球自转服务组织 它们会收集来自于全世界的信息 形成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 并以认为反馈的方式 形成世界协调时 这个世界协调时 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所使用的 世界标准时间 国际权重局会把这个时间 反馈给各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会根据这个时间 来完成各自国家的 标准时间的比对工作 并形成可以使用和发布的 标准时间信号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的标准时间是什么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 北京时间早上6点 北京时间 没错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北京时间 其实北京时间 并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的时间 而是指北京所在的东八区 也就是东京120度经线上的时间 而北京时间的产生地 则来自于陕西省西安市 来自我所在的单位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事中心 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 就是在这个院子里产生的 刚才说过 全世界所使用的时间 是由85个手势实验室 共同比对产生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实验室 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呢 当然不是 国际电联要求呀 只有你们国家的原子中 与世界标准时间的偏差 小于100纳秒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参与世界标准时间的比对工作 而早在2006年 我们中国与世界标准时间的偏差 就进入了30纳秒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5纳秒 而目前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 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我们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不仅如此 全世界所有的实验室 对于标准时间产生的贡献 也是不同的 贡献越大 说明你在这个领域的地位 也就越高 而截止到2019年 我们中国 在世界标准时间产生的 贡献的排名 达到了世界第三 大家看 这就是产生我们北京时间的原子中组 它是亚洲最大 世界第三的首饰中组 技术的进步呢 让各行各业 对于时间精度的要求 变得越来越高 对于原子中的需求 也变得越来越大 除了我参与的基准型原子中的研制外呢 我们国家呀 还开展了其他种类原子中的研制工作 大家看 我手上这枚呀 就是一枚芯片型原子中 这类原子中呢 它的体积更小 未来也会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时间呀 是各行各业发展的基石 是度量现代科学进程 最重要的基础保障 时间的高精准表达 让我们从微观的原子震荡跃迁规律中 去寻找到探索宇宙奥秘的解决之道 从微观到宏观 我相信 我们还有很多共性的规律 值得我们去寻找 发现 我们也还有很多的愿景 要去实现 对我而言呢 时间呀 也是一种声音 古人 先贤 致病立法 协气 探索自然 通过日轨 沙漏 测量时间 今天 时间精度的提升 为我们从更深层次的 去探索 达到宏观的宇宙 小到微观的细胞 快如闪电的瞬间 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探索自然的步伐 会迈得更深远 也更宽广 谢谢大家 我是陈江 一名时间的守护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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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